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昨天相比 判若两人 昨天的行情整体上还非常的不错 但是今天全线下跌 指数一片绿油油 个股方面更是接近4000支个股出现了下跌 如果说昨天还是晴天的话 今天就是大雨倾盆 今天市场把昨天跳空留下的缺口3059给补掉了 今天最低我们来看一下 探到了3052 缺口回补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一定很想知道 回补缺口是不是走弱了 60天线是不是过不去了 这个位置究竟是该抄底还是该逃命呢 市场还有没有机会 如果有究竟在哪里 我相信这些问题大家一定很想知道 因此接下来的时间 明灯希望大家端好板凳 泡好茶 静下心来 好好地听 咱们一个话题一个话题来聊 首先我们来聊第一个话题 今天市场出现了一个集体的下跌 那么我们究竟是应该勇于抄底 还是果断地逃命呢 明灯的观点十分的明确 相当的清晰 面对今天的下跌 面对今天回补3059这个缺口 明灯觉得就是机会 为什么这么讲呢 明灯想从四个方面 对于今天的下跌做一个解读 首先第一个方面 今天的下跌并没有逻辑 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 也就是说市场没有明显的利空消息 没有利空 其实市场目前是有一堆的利好消息 那么为什么出了利好不涨反跌呢 释出反常必有要 那么这个里面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那就是主力在刻意地打压 吸盘 刻意地去诱空 目的就是制造恐慌 逼着散户 割肉 交出带血的筹码 否则就解释不通呀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明天是股指期货交割日 今天A50股指期货出现了一个大幅的跳水 跌幅一度接近3% 呈现一个90度的跳水状态 那么这个是对于今天行情造成明显拖累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你会发现证券 量酒 地产 保险 这些权重股是集体的下跌 而且跌幅剧前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考虑个问题啊 明天是股指期货交割日 今天 主力就在这里恶意地做空去盈利 这叫什么 这叫顶峰作案 因为此前 咱们的国安部已经明确表态了 对于恶意做空者 要坚决地予以打击 所以 这个时候恶意做空 势必 监管成有雷霆手段 绝对不会听之认之 所以这个时候空头 明灯只有一句话 送给他 这个时候恶意做空 无疑是秋后的蚂蚱 蹦打不了几天 这是 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呢 中美的元首 目前正在 美国的旧金山 举行会晤 那么这个时候 闸盘 我只能说 闸盘的主力 一点 政治觉悟都没有 你这个时候 闸盘 明灯就想问一句 会有好果子吃吗 答案是肯定的 绝对不会有 好果子吃 所以 这个时候的做空 它一定 不会有持续性 它一定是 主力 在刻意的 挖坑 洗盘 对不对 赚钱 固然重要 但是 跟老代相比 钱又能算到什么呢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这是第三个方面 第四个方面 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 今天的下跌是缩量的 那么这种缩量的下跌 走不远 因此向下的空间 会十分的有限 目前下方 就是 五天线和十天线 双重的一个支撑区域 在3053附近 所以这个位置 它是有 强支撑的 这个位置 随时 都会 拉起来的 因此 综合以上 四点 明天的观点 十分的明确 相当的清晰 今天回补 3059缺口 或许是调整 一步到位 回补完成之后 接下来的上涨 会更加的 踏实 坚实 这是第一个话题 咱们就聊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聊第二个话题 市场的机会 在哪里 其实今天市场的机会 并不多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看一下行业板块 其实你会发现 长得好的 只有它 传媒娱乐 传媒娱乐 今天的表现 还是可圈可点的 首先第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形成了一个什么 反包的一个走势 看到没有 扬包音 并且什么 成功的 站上了五日均线 再次短线走强 与此同时 成交量 大家可以看到是什么 相比较 昨天是一个 放量的状态 所以它是什么 放量反包 那么它的 上涨的持续性 会更好一些 这是传媒娱乐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概念板块 概念板块里面 明镇觉得光刻机 还不错 为什么呢 首先第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 光刻机 今天的成交量 应该来说 还算不错 还不错 目前来看 是一个放量的状态 其实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也是形成了一个什么 反包 看到没有 放量反包 并且重回五天线 上方 短线 再次走强 与此同时 形成了一个什么 双 多方炮的一个走势 看到没有 这三天的走势 形成了一个 多方炮 所以接下来 继续上涨的 这种概率 非常大 好了 行情的分析 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有用 请到评论区打上 三个六 喜欢明灯分享的朋友 记得第一时间 加关注 认可明灯观点的朋友 欢迎点赞 转发 分享 最后 祝大家投资愉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